在毕业旅行的过程当中 惊爆霸凌事件 台东某国中在北上旅行的时候 住宿期间发生学生出拳 殴打人霸凌的情况 而殴人霸凌的过程 还被围观学生全程录影PO上网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表示 将会介入调查 厘清事件的始末 对于霸凌者将最重处以 记过的处分 旅观里一名白色上衣的学生 朝着黑色帽梯同学 挥出重重一拳 而一旁同学不但没有劝阻 反而不停叫嚣 围观起哄 是以打人的同学朝对方头部挥拳 吓得被打学生 缩在角落抱头痛哭 如此嚣张行径 围观学生全程录影 PO上社群网站 这是台东某国中 日前毕业旅行时 学生自拍的影片 内容清楚记录了住宿期间霸凌同学的过程 而大拉拉开直播分享的行为 更是引来民众一阵踏伐 台东县教育处指出 两名学生在住宿时 因嬉闹引发冲突 不料最后演变成集体霸凌事件 校方已经在第一时间通知双方家长 事后将进一步验伤 而随心教师也已经对相关四名学生 进行规券辅导 教育处表示会想查事发经过 并进行后续追踪与教育 只是难忘了毕业旅行 最后却成了一辈子的阴影 恐怕是家长老师和学生 谁都始料未及的结果 据校长会台东市报道